江東木政事長、台鐵主義政局長 我們今天大會的主辦單位 我們台鐵公務會的協議事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很多有會的理事長和藝術長 我們新北市的協議局長 還有桃園的韓局長 當然最重要的是今天獲得磨玩勞工獎的 我們66位磨玩勞工 以及各位公務會的代表、各位家眷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參加聖會 這是我們台鐵公務會 一年一度的慶祝武衣勞動前 同時表揚我們磨玩勞工 剛剛聽著州局長雷錫華 台鐵這幾年也逐漸在會業 不管是從內部營運的一些計畫 營運的一些模式 還有內部機遇的要求 我想我們都看到台鐵的轉變 台鐵從管理階層 非常努力希望帶領台鐵 邁向下一個新紀元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所有的這些 勞工朋友 勞工朋友是扮演我們真正秘密的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今天呢 有66位磨玩勞工 剛才我們看的 一輩子勞工的私利的一些介紹 讓我們非常的感佩 大家都是在第一線 那麼來為我們全國民眾服務 台鐵現在一年的 運量是兩億人次 那麼一天的運量是六十萬人次 這個真的是不能想像 或者說 台鐵要是貪官的話 我們整個國家要怎麼樣去 再能夠運轉 所以怎麼樣讓台鐵 能夠有更好的經營績效 我想我們今天交通部的長官 還有台鐵局 大家都是盡心盡力的 在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當然勞工部呢 在我們所謂勞工部的工作條件上 我們可以持續的 來跟這個交通部合作 來幫大家做更好的爭取 也希望提供大家更好的服務 那麼在這邊呢 利用這個機會呢 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也祝所有的 台鐵的所有的員工 在這個 未來能夠以我們這66位 作為一個海謀 大家都能夠 在我們的工作卡位上 能夠有更接觸的表現 也希望台鐵能夠 再往前邁進一個新的機緣 謝謝大家 謝謝